那倒是大陆学者 北京大学有个学者很有意思 他写了一篇 今天这篇流量还蛮高的 他的预测跟大家相反 他说俄罗斯最终必输 为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民心 乌克兰抵抗民族团结程度 非比寻常 不过之前我们才讨论 前线不是都开始叛逃了吗 所以现在还是这样吗 国际对乌克兰的支持 好像也已经松动了 但是另外一个 他说战争的本质已经转变了 工业力量跟你的其他 指挥控制等等全部要结合 这方面据说俄罗斯比较弱 还有缺乏一些足够的资讯 是这样吗 基辅最大发电站 被俄罗斯摧毁之后 泽伦说4月16号最新的 11名飞弹打过来 我们摧毁了7枚 就是后面4枚都没拦住 这4枚打掉了它的发电厂 所以他这句话很重要 我用来保护关键工厂的飞弹 都已经耗尽了 以前不管输还是赢 泽伦嘴巴上都讲得很凶狠 都一定是赢的概念 现在已经开始承认了 有没有 梅斌他那天还告诉大家 听到这个部队叛逃 部队整个逃 另外中德在乌克兰危机上 达成了一些共识 4月16号 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所以泽伦也肯定 泽伦也立刻对中方喊话 不只是肖茲说中方的话很重要 泽伦也说中国的积极作用 肯定是可以加速的 目前速度还不够 希望能够提速 丽将军怎么看待乌克兰 第一个我想说 这个基辅急落美国战机 这应该是一个假讯息 是假新闻 难怪今天没有看到细节 但是被引用的媒体非常多 不是啊 这我们讲一句很现实话 美国战机现在 如果说真的是在那边 被急落来讲的话 对乌克兰反而是一个好消息 代表F-16去了 但问题是说 现在美国战机 还没有到乌克兰 还没有支援你乌克兰 比方说美国战机 我讲的意思就是说 美国战机F-16 对不对 就是F-16 那现在来讲的话 他们总共要进去16架 要给他支援16架 人员还在培训当中 所以这就是一个 公主急落无人机的乌克兰版 对 所以说 所以我觉得说 这个F-16如果说还没去的话 应该是 这个应该是一个假的讯息 大家开心就好 那至于说 荷兰跟波兰 急切部署核武 我觉得也不太会了 因为事实上 如果说是美国来讲 要部署核武器来讲的话 它会非常慎重 因为这个核武器 万一部署到你这个地方去 那你那边 如果说你万一一不小心 没经过我同意你就用的话 引发不必要的更大的震位 你看光俄罗斯要部署核武 部署到白俄罗斯 他都很慎重的考虑 这么团圈 所以部署核武不是这么简单 那美国来讲的话 他部署核武 韩国跟他要他也不给 对不对 日本来讲的话他也没有 他是说我可以提供你核保护宰 但是我不会在你国家里面 部署核武器 所以说要在任何一个地方 部署核武 就美国来讲的话 他也会非常的慎重 那你更何况是波兰 荷兰这些来讲 可能面临俄罗斯的第一线国家 他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那现在来讲的话 陆学者 我觉得他这四个关键 他这预测来讲的话 我个人是非常的不认同 对好像跟现在的情势 刚好相反对吧 我觉得第一个 战争最后几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钱 对不对 你有钱你才有武器 第二个是人 对不对 你的人怎么样 那现在像前两天 大家翻号都已经讲出来的 这个我们讲那个地点叫 恰苏夫亚尔 对不对 这个地方 乌克兰的这个总司令 色尔斯基 他研判 他原来说5月19号会沦陷 你美国再不支援的话 我5月19号就沦陷 结果没想到昨天就沦陷了 为什么 因为就是67旅 机械化67旅 他是色尔斯基 他不是色尔斯基部队 他们本来还是军队里面 还是有派系的 他认为他原来是 前一个总司令的敌系部队 他自己是亚述营的 他不听色尔斯基的话 所以他就拒绝到 这个恰索夫亚尔那边去作战 那因此来讲 我们看到他人是这个样子 那第三个 我想说 包括到这个 哲伦斯基 现在都已经承认 他说有11枚导弹 他摧毁了前7枚 有4枚 他对空导弹 他已经用完了 所以在结合前任 他跟美国要25套的 爱国的防空系统 可以证明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他对空 完全没有制空能力 他连防空的能力都没有 那如果说一个部队没有防空 完全是空中一片开放来讲的话 那敌人在空中是予取予予 那现在呢 你看一下目前的态势 这个普京的想法是什么 对于这样几乎是完全不设防的乌克兰 他怎么弄 但是我觉得 我个人认为说是普京大概 他不会说去攻占整个乌克兰的 可能性也不高 因为重点是后续的治理 你如果说是 就像是如果说你没有办法 治理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他有点到讲 民族团结性很高 这点我认同 对不对 如果说你对一个民族团结性 认同很高的话 你要去治理这个地方 你是给自己找麻烦 对不对 那在孙子兵法这句话叫废流 就是攻战战胜攻取而不能治的 那叫废流 就是治大凶 你反而会浪费一兵 就像以色列去跟加勒走廊一样 你虽然说控制加勒走廊 你不能好好治理巴勒斯坦人民来讲的话 对你以色列来讲是后患无穷 所以你会跟泽伦一样 这个期待这个中国再积极一点吗 对 所以我认为说习近平讲这话 其实他眼光很远大 他看得很远 他看到的是不是说谁打胜谁打败 他看到是说你俄罗斯 是怎么去治理这个乌克兰 如果你没有办法 自以乌克兰全境来讲的话 那你现在来讲 就以现在你们这个双方来讲 就乌东四个 顿巴斯这四个地区来讲的话 他本来就是你恶意的民主来讲 他本来也认同你俄罗斯 那你就控制这四个地方 双方来讲就此来讲 做一个停战 做一个结束 你如果说是硬要去打败的地方 是不可能后续来讲 我跟你讲 中国其实很有这种军事思想 你看中国不管是陈月战争 或者是对印战争 他打过去以后他就收回来 他主动就退回来 因为知道我留在那边来 对我来讲是一个负担 那习近平今天他讲的这些话 也就是中国的军事思想 里面是这个样子 就是你占领以后 你必须要能够治理 你不能够治理来讲的话 对你是大凶 所以我们看到中印战争也是这样 承越战争也是这样 打过去以后就拉回来 所以现在世界各个角落 我们看到都少不了中国这个角色 不管是这个伊朗也好 这个乌克兰也好 不过今天在乌克兰 据说当地的民众非常的受伤 因为看到美国帮以色列 拦下了那么多的飞弹 所以乌克兰心里就会觉得 那我们呢 我们已经被打了两年 对不对 你还有这么多的方式 可以帮以色列 为什么不来帮帮我们呢 可以想见乌克兰民众的心情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张若鱼 你知道肌肤年龄可以自己决定吗 25岁之后 招原蛋白流失速度将大于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脸 吃的保养最重要 皮肤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丽来自于内在 十几岩 德国专利招原蛋白生态 快点购 全台独家贩售 德国专利原料进口 成分天然 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2000磅尔顿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属 需要检验 SGS检测 全过关 品质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Virisol 女神专用胶原蛋白 无论你是想维持肌肤Q弹 甚至产后补充 都十分推荐 在这里想告诉大家 这不是药 保养习惯 就要从现在开始 90天青春有感计划 拥有弹性美肌 超级Easy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尝有更多的额外优费折扣咯 比较多的颜色 我们在这下期见 是 因此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